哈喽大家好,我是蜘蛮虾 今天呢因为一个背包差点损失好几百块 我带大家一起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一个背包呢是之前啊 咱们摆地摊的时候用的一个背包 然后呢我最近我把它翻出来呢 发现发霉了 然后我就说准备拿出去扔了 但是后来一想啊 这个包呢留在这里 可能以后我爸会用得上啊 家里面人会用得上 虽然我不怎么用这个包了 然后呢我就给它拿出来了 放在这里面啊 泡着泡了两天了 今天才想起来把它弄来洗干净 结果呢我在这个豆里面 翻出来好几百块钱 看到没有 真的好几百啊 这个包呢是之前摆地摊用的啊 之前我是干了三年的卤菜 就是摆地摊嘛 一个小推测 然后弄来卖的 这个包呢就是用来放这些零钱啊 还有收钱之后就放在这里面的 可能就这个钱啊 当时没有拿出来 好几百块在这里啊 就50的就好多账 这个泡了几天都还没事啊 这个钱泡水之后没事啊 晒干之后一样可以用啊 也没有退色 也没有啥的 因为之前做生意嘛 需要零钱啊 所以就准备了很多啊 50的 10块的 5块的 还有一块的 这些 全部全部给打湿了 全部 上面还有那个泡泡 看到没有 那个洗洁精这些 我都洗了一半了 我就把这些地方全都刷了 然后我摸着这里面 我室有个什么硬硬的东西 然后我就给掏出来了 掏出来之后呢 就全是钱啊 这个钱呢 咱们得给它洗一下 因为上面的全是这个泡沫 洗液 洗了之后呢 拿去给它晾干一下啊 太多了 至少得有四五百吧 这里 咱们现在呢 把这个钱啊 全部东东来洗一下 太多泡沫了 全是滑的啊 这个就叫传说中洗钱是吧 像洗菜一样的 太多了 十块的也多 二十的也有 OK 咱们现在呢 把这个钱啊 拿出去给它摊开 晾干就可以用了 咱们现在呢 就把这些钱啊 全部给摊开啊 放在这个凳子上 数一下有多少啊 十块的也 五块的 五十的 还有二十的都有 好初心啊 我真的 我当时我都 看到那么多霉啊 那个包上那么多发霉了 然后我就想直接把它给扔掉了 幸好 我想这给它洗出来啊 留着以后 家里面的人可能用得着 然后就没有人了 全部湿透了啊 重新洗过的 二十的还蛮多的 全都给粘在一起了 这里至少得估计五百块 主要是五十的 有好多张的 OK 现在呢 我已经把这些钱呢 全部都给摊开了 晾干之后呢 怎么就可以用了 我们现在一起来数一下 这里一共有多少钱 咱们呢就从五十的开始数啊 这个一百两百二百五 二百六二百七二百八二百九三百三百一三百二三百三 这里呢总共是五百零五块 用了我四个凳子 然后给它们给摊开了 这呢就差一点点 这五百零五块 然后就扔出去了 因为我从柜子里面把那个背包拿出来的时候呢 那面上全都是发霉的那种啊 我都很想不要了 然后呢我就想着是不是以后呢 可以留着家里面的人用 然后我就拿出去 拿到那个洗衣台那里去给它洗出来 先给它泡着 泡了两天 今天我拿出来洗的时候呢 就里面有这种 就这种钱这种一块状 然后有点发硬 我就把那个拉链拉开 一看啊 里面有五百零五块钱 五百零五意味着什么 我两天的工资也才四百多块钱 真的差一点点就把这些钱全部给扔出去了 那现在呢 我是把这个窗户打开啊 然后就这五个凳子就放在这 让给它风干吧 干了之后这钱就可以拿出去用了 好险啊 这么多钱 这个背包呢 其实不值钱啊 这个背包当初买呢 才买成一百来块钱 然后差一点 因为它损失了好几百 你看这里面都已经烂了啊 这里面皮都已经掉了 然后这里还破破了你看 实际上这包本身也不值钱了 就留着以后吧 看有没有用 先放那先洗出来吧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如果说你们要扔一些东西啊 比如说衣服裤子或者是背包什么的 千万要翻一翻 兜里面还有没有钱啊 不然真的是一丝足成千古恨 当然了你扔掉 你也不会知道那里面有钱 但是呢 如果看一下的话会更好啊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